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大片铁皮屋顶被震到垮了下来 石墙也被震碎整个倒塌 还有柱子钢筋都外露 这里为在连续地震的镇压 花莲峰冰箱水莲村 地震一整晚震个不停 让居民心有余悸 简单一张桌子 几张椅子 老奶奶头上还披着毛巾 全都露宿外头避难 因为屋内天花板掉落 冰箱瓦斯桶也都倒了 甚至厕所的砖墙统统都毁了 屋里屋外一片狼藉 不断有东西掉落毁损 让他们不敢待在家睡觉 地震当下天要地动 许多部落长者吓得夺门而出 但又不想麻烦孩子 让网友心疼为他们求助帐篷 不仅住家被震毁 大大小小落石 横挡在道路上 台溪县从水帘到基岐等等山区路段 出现比汽车还要大的大石头 因以为地震结束后 能慢慢重建家园 没想到余震威力太强 让居民们不敢回家 看来生活要恢复正常 还需要好长一段路 华氏新闻张云君李宏杰 小雨秀 花莲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